关系财经议题接下来是由美国范宇集团冠名赞助的范宇财经报理师 Google已经停止跟华为的部分合作业务 华为新一代的Android手机将没有办法使用YouTube跟Gmail等等应用程序 还有美国跟伊朗在波斯湾紧张对峙不断的升高 可能会打乱原油供应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将会开会来讨论如何稳定油价 以及美洲贸易战升温 人民币进行走弱 再次面临保期的关卡 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出口 但是贬过头恐怕会导致资本外流 以及普世现货铁矿石 5月17号上涨到每顿100.4美元 也创下5年以来的新高点 累计今年以来已经上涨了28美元